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生当中过去五年的加五分之一 所以他感觉上过了百分之二十的时间 可是一个人当他过第五十一岁的时候 因为时间是一个记忆 时间是一个感觉 所以当他过第五十一年的时候 因为他已经过去五十年了 所以当他过五十一年的时候 他的感觉是过了他过去一生的百分之二 所以是感觉的缘故 其实时间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其实时间二十四小时 一秒钟有多长 一分钟有多长是固定的 可是在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尤其自己跟自己比的时候 为什么第六岁感觉过得比较久 第五十一岁感觉过得比较不久呢 就是有人提出来的讲法 我不知道你觉得合理不合理 对我来说非常的合理 也因为这个缘故 我就很珍惜剩下来在地上的时间 不知道还有多久 但肯定越来越快 直到那天离开这个世界 到主那里去的日子 过去这一年你过得如何呢 有什么喜欢的事情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有什么忧伤的事 有什么令你情绪低落的事 我不是一个很喜欢一直回想的人 我觉得现在很重要 如果花很多的时间回想 一直回想在过去 现在这个时间在哪里呢 有人说 现在是许多过去的现在 所累积出来的 未来会是很多的现在 所累积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花太多的时间 去回想过去 其实不一定值得 不过我想我们也应该 花一点点时间 来对自己过去每一段时间 有一点点的回顾 等一下我会留一点点时间 前面我们已经唱诗了 祷告了 有一点感觉了 可是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 有一点点让你有思想 不过在帮助你们更深的思想以前 我们要回顾这一年 上帝在我们当中很特别的恩典 今年我们的整个的主题是讲圣灵 过去几个月就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跟我反应 因为他们知道讲台是我和几位同工长老们一起安排的 他就来跟我反应说 教会这一年讲很多的圣灵 可是他没有经验到 怎么办呢 他说我都没有经验到 甚至有些人说 说讲太多了 可不可以讲一点别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在经验圣灵 如果你有在经历圣灵 如果你有感觉到 你祷告祂垂听 祂感动你顺服 如果你是这样在经历圣灵的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去年 对不起 我们今年讲的圣灵不够多 不够多 不够多 其实有人说我经验不到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经验是需要意愿 意愿 意志 以及时间的 以及时间的 有的时候我们一直把一些观念 停留在脑中 我们没有意愿 一讲我们就 这个东西跟我有一点点没哈 而我觉得会是这样吗 你一开始就抱着一个 没有意愿的心 缺少付出时间去实践 意愿又不强 意志也不很坚定 试了三次就没有 算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可惜 我在主日崇拜当中 不敢把我所经验的上帝 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太多的分享 我真的没有分享很多 但是我很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在理智上面 你们都相信吗 上帝无限大对吗 我们是有限的容器 然后说我们经历不到上帝 这个是很奇怪的事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我现在告诉各位 其实是牵涉三件事情 第一个你有没有意愿 第二个你有没有意志 第三你肯不肯花时间 我没有分享很多的缘故 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只有某些人有经验 不我可以告诉你 不是只有某些人有经验 今年我们很多的时间讲圣灵 其实在今年还没讲以前 去年我们决定这个题目之后 我们讲圆开会的时候 就有人谈这个问题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多讲圣灵 而少讲主耶稣呢 其实我们没有要多讲圣灵 少讲主耶稣 完全没这个意思 其实从旧约到新约 我们所相信的是几个神 你们都搞不清楚 几个神 一个神 我们所相信的是一神 你知道在宗教信仰的分布图里面 我们是属于一神教 我们是只有一位神 只是旧约的神 是用看不见的神的本身 和犹太人或者当时的人来相处 到了新约时代神怜悯我们 也是神自己愿意 让我们亲眼看见 亲手摸过 所以那个看不见神的像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他就道成若生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实际上交往 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人就是很软弱 你没有看见 你没有摸到 你要想象是很难的 很难的 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 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虽然我们在座的人 没有亲眼看见 没有亲手摸过 不过有人亲眼看见 有人亲手摸过 再写下来 对我们来说 除非我们说我不信 他胡说八道 那是没办法 但是主耶稣 已经道成若生来过我们当中 而且是为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这个非常重要的缘故是 他必须是一个人 受死埋葬复活升天 所以对我们而言最清楚的神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那个时候的门徒看见他摸得到他 所以主耶稣一直都是我们最常提到的神的主 不过你如果从圣经上读你就会发现 圣经上也写主耶和华 也写主圣灵 所以当我们讲主的时候 是指的这一位神 其实圣灵是三一神在时间上 最后向我们显明的一位 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 这段圣经我几乎每一次讲到都要讲 第一个这是年度经文 第二个这个经文帮助我今年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我整个生命在对神认识的 这个大的转捩点 在主耶稣的这一句话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什么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字 是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表示原来有一位宝会师 你知道我从小长大 我一直以为我只有一位宝会师 就是主耶稣基督 后来主耶稣亲自讲的话我都忘了 他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另外一次就表示原来有一位 另外加给你 这个苹果是你的 另外送你一个橘子 所以你有两个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所以当这位宝会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 他是加给我们的 但是你知道这位宝会师很奇妙 这位宝会师跟耶稣不太一样 这位宝会师是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你知道这个给我很大的保证 人都怕孤单 人都怕孤单 人都怕失去 可是这位圣灵 是耶稣亲口说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永远与你们同在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就觉得神住在我们心里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要知道吗 其实这位圣灵 这位神 这位耶稣基督 他其实就是一位 当教会成立以后 我们有的时候就把三一神分开来称呼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是耶稣 然后圣灵来了 教会就被建立起来 可是事实上等时间越来越往后面 我们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分不清楚了 也不必分是怎样与神交往的 不太需要分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讲丁十字架的时候 一定是主耶稣 教会建立一定是圣灵 可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 也是教会的这个说明 所以怎么样跟神交往这一件事情 我们有的时候称他父神 有时候称他主耶稣 有时候称他圣灵都在我们心中东宫 我们不要以为所有的人对于父子灵 都有一样的感觉 绝大多数的人是对于圣子比较有感觉 或许也有很多的人对父很有感觉 可是我这一次在伦敦 我昨天晚上刚刚回来 参加一个营会 有一个弟兄姐妹就跟我说 李长老我可以跟你谈一谈 他已经信耶稣了 可是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些障碍 后来我就跟他谈 在那边谈的过程当中 他说李长老 他说对于向耶稣祷告我完全没问题 因为耶稣是我的朋友 他说对圣灵祷告我更没问题 因为他住在我的心里面 我很能够感觉到圣灵的同在 我觉得很好 比我好多 他才几岁 后来他告诉我说 可是他说我不能体会父神 你知道有人不能体会父神吗 你知道有人不能接受父神吗 因为他的背景 他说我不能接受父神之爱 他说我从来不知道父是爱 他的经验限制他了 他的经验限制他 让他不知道父亲是爱 因为他的父亲不爱他 他的父亲是他们家最大的伤害者 所以他说我不能祷告向父神祷告 虽然我也祷告父神 是因为大家都祷告父神 我不祷告不好意思 可是我不能接受 他说因为我的爸爸 对不起我们全家 而且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伤害 他说我不能接受父神 他说我理智上接受 可是我祷告上有困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求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 如果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 三而一的独一真神 我们需要对他们暂时这样说 有更清楚的认识 求主帮助我们 事实上在往后的日子里面 你就会越来越发现 父子灵是很难分开来的 除非我们在做教义上的解释 否则他们是很难分开来的 他们是神 他们是一位 他们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 事实上 我们故意用他们 是为了帮助大家能够理解 所有事情都是互相沟通的 他们是一位 所以他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说 我们弄不清楚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如果你说我听圣灵有点不太明白 没有关系 他就是广义的神 他就是神 因为这个缘故 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的圣经 在今年的最后一次 我们要把圣灵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工作 主怎么样带领我们 我们来读使徒行传 第九章一到十九节 请你打开周报第二页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这一段的圣经在讲什么呢 第九章一到十九节 第一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 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 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他说主啊你是谁 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也不喝 当下在他设有一个人的主 你叫亚纳尼亚 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 他正祷告 亚纳尼亚回答说 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 这人怎样 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主对亚纳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 我的名 亚纳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 说兄弟扫罗 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就是耶稣 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吃过饭就见状了 从这段经文 我们分享四件事情 第一 从这段圣经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一到四节让我们知道 上帝主动寻找光照 他所要拣选的人 请你写下来拣选 上帝主动寻找光照 他所要拣选的人 这是教会分散到各地之后 路加特别记载 保罗预见主的过程 这段内容当然是 保罗向路加说明的 因为路加是跟着保罗的 保罗在哪里传福音 路加就跟他到哪里 所以路加就打听了 很多的资料 详细的记录 他是一个医生 就做了很仔细的记录之后 仔细的比对 他把他留作记录 这段圣经当然也有可能 亚拿尼亚也补充一点点 特别是亚拿尼亚的部分 亚拿尼亚的部分 因为亚拿尼亚讲 他怎么样在异象当中 看见神 这位亚拿尼亚不是 前面那个亚拿尼亚 跟撒非拉七红圣灵的那一位 不是 可是这一段的记载 真实反映出 保罗当时遇见主的过程 这里提到 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 有天上的光 四面照着保罗 保罗就铺倒在地 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而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不是保罗寻找神 而是神寻找保罗 对吗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是上帝寻找保罗 不是保罗寻找神 保罗就是这里的扫罗 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 他是逼迫教会的 他是杀害基督徒的 他是当时取了文书 要到各地去逮捕基督徒的 可是神却主动去找他 这个跟我们今天许多人 对于信主的经验不符 我们总觉得 一个人如果不找上帝 他就没有机会相信神 但这里恰恰相反 这是一个不想找上帝 或者不想找耶稣 或者甚至他是逼迫 耶稣基督的人 意思是他当时相信一位神 但不承认那一位神是耶稣 不过神却主动找他 换句话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年底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我们当然期望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戚可慕神 愿意寻找神 事实上上个礼拜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 对不对 可能你也邀请人来了 或者你每一年邀请 邀请到后来 你都快灰心了 你说怎么可能呢 主啊像他这种人 是不会信耶稣的 不会的 不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即使他抵挡神 他不相信神 即或不然 即或这样 他并不表示 他没有得救的机会 因为神是主动寻找人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是你一直渴慕上帝 最后上帝来找你 还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 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并没有打算 相信耶稣基督 我因为常常 在许多的地方传福音 我这次到伦敦去 也是特别在一个 营会里面传福音 你知道那些人来的时候 他就打定主意 绝对不相信耶稣基督的 只不过没地方去 圣诞节你知道吗 海外华人没地方去 所以他去参加那个营会 他们来的时候先说 来完是可以的 要信耶稣就不用讲了 最后一天做见证的时候 有好几个人起来做见证 其中有一个人说 你知道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吗 他就讲他来的目的 大家都觉得怎么有人这样 后来又有一个人上来做见证 他说如果你们听了他来参加的原因 你们就笑 那我讲出来了 你们更要嘲笑我了 他说邀请我的人跟我说 来参加的人呢 姐妹女的是男的十倍 他说所以我来的目的是要找女朋友的 这些人不一定来找耶稣的 可是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 上帝主动寻找光照 他所要拣选的人 很多人他并不是很想信耶稣 可是神就有这个恩典临到他 你会说他是保罗所以神才找他 不 不是因为他是保罗所以神才找他 正确的说法是 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来找人 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来找人 当然今天还会有人问说 那今天神还会用这种模式来光照 用声音来找人吗 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 保罗是伟大的图画出来 那些伟大的图画出来 都是保罗骑在马上 那当时是不是骑马 我们也搞不太清楚 不过骑马是合理的 有一幅保罗受光照的图 在一个教堂 罗马一个教堂里面 有一次有个人特别带我去看 那个教堂毫不起眼 毫不起眼 然后进去说小小的一间 可是他就跟我说 他说我带你来看这个教堂 是因为里面有两幅图画 如果排名在全世界 算在非常前面的围进去 有一幅图画 你不能靠近他 然后他一段的时间 就把灯打开来 让你看一下 过一会儿就把灯关掉 因为他不要光照的那个图画 太多的时间 他照一下就关掉 那你必须等到 他光下着再开的时候 你看一下那个图 那就是保罗从马上摔下来 有光照着他 今天神还用这种方式吗 然后神还跟他说话 这边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有人说今天神还会这样吗 今天神会用这种模式 用光照 用声音来找人吗 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 你知道问题问了不正确 就没有正确的答案 这个不是个正确的问题 我们应该问的事情是 用光照 用声音来让一个人信耶稣 跟用别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回答我的问题 用光照 就表示这个被光照的人 比较了不起吗 用声音 就表示神比较大的神迹吗 今天神不用光照 不用声音 不能叫人得救吗 弟兄姐妹对吗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为什么说保罗特别 所以神光照他 用声音来找他 保罗特别我不特别吗 你觉得保罗特别还是你特别 对我而言只有我特别 保罗有什么特别的 对我而言只有神跟我 你跟神是你的事 我跟神是我的事 神用什么方法带领我们 请问光照跟声音 跟别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你用这种方式得救 就不准保罗用光照 或者声音得救 如果保罗可以用光照 或声音得救 为什么别人也不能用 光照或声音来得救 只要我们找到了神 或者我们被神找到了 那么神用什么方式 不都一样吗 如果有一个人不肯信 我告诉你 就是用光照 就是用声音 他也不会信的 所以今天这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 到底神用什么方式救人 不是我们可以表示意见的 神要用这种方式 你要怎么办呢 然后你说 他说不 今天如果有人也跟保罗一样 是光照跟声音来得救的 那人家也可以挑战我们 那你怎么得救的 你说神感动我 人家还有声音还有光照呢 你说感动 我不知道你的感动是什么 但无论如何 这边让我们看见 上帝是主动找人的 上帝是主动寻找 光照他所要拣选的人 至于他怎么做 是他的是第一第二 从这段的圣经我们看到 上帝清楚指示带领 他所要使用的人 10到12节这里 讲到另外一个情形 就是神感动一个 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亚拿尼亚 要他去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更不可思议了 更不可思议了 是主在意象中对他说 亚拿尼亚 他说主我在这里 主对他说 起来往直接去 在犹大的家里 访问一个大树人 名叫扫罗 他正在祷告 这么清楚地记在那个内容 而且当时主对亚拿尼亚的指示 这么清楚 你觉得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带领 可以或不可以 可以点头或摇头吗 可以或不可以 可以或不可以 为什么用你的经验限制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原谅我说 真的很多人不相信这些圣经 很多人不相信这些圣经 就是为什么可以讲这么清楚 对不起 你不清楚 是你不敏感 不要说别人清楚 怎么可以这样 你觉得今天神还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吗 那当然可以 你有可能说 可是我就为何从来没有碰过呢 那是你的问题 这就是你的问题 这就是你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能经验到这个事情呢 为什么圣经上记载的事情 你没有经历过呢 你没有碰到 并不代表不可能有这件事情 对吗 我告诉各位 我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听悟章老讲道 有时候我都觉得他出神入化 讲的都是天方夜谭 哪里从树上摔下来 断了六根肋骨还能讲道 就裂开来 然后讲完了骨头就符合起来 我相信我们当中年纪大的人 都听过吴章老讲这一段 不信你去翻吴章老的讲道集 你去看吴章老的全集 他里面讲到这些事情 以前我就说可能吗 可能吗 我没有经验就判断人家不可能 但是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越读圣经 我们越发现圣经 我们就经历到了神 真的奇妙无比的恩典 反过来说 是不是有可能 神也用同样的方式 一直感动我们 我们却不受感动 或者没有回应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过去这一年 因着教会说要谈圣灵 我尽量开放我自己 求主帮助让我经历祂 让我经历祂 让我认识祂 让我知道祂是一位怎样的神 我在这边不常 我也不太愿意讲太多 我自己跟神的经验 因为我有这个经验 并不代表你必须也有这个经验 所以我不想做这件事 可是我自己在今年当中写下来 因为去年我今天本来要带来的 可是我早上出来又有点急 又没有带出来 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写了我 就去年写了今年要怎么经历神 那张卡片我一直放在桌上 一直到现在 我每天都看到那张卡片 我看了一年 就如同前年写了一张卡片 我去年也看了一整年 我看了我就祷告 我看了我就祷告 今年的 就是今年年初 或去年年底写那张卡片 我看了一年 我说我要天天经历神 那是我写下来的 我跟神祷告 我要天天经历神 我天天经历神 我昨天从伦敦回来 在飞机上我写了第98条 跟99条 我每隔一段时间 就把这段时间 我跟圣灵的交往 或者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感想 我的经验 我把它写下来 昨天写了第98条 跟99条 在飞机上面 还有两天 说不定我今年可以凑满100条 经历神 更多没有写下来是忘记了 是忽略了祂的恩典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可以清楚指示 带领祂所要使用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愿意被主使用的人 你愿意经历祂 我们今年已经过去了 没有问题 还有明年 明年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 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如果你不习惯用圣灵 完全没有问题 我那天陪那个姐妹 我就跟她讲 她就说理长老 你为我祷告 让我能够经历天父是那一位无比供应的上帝 那我跟她讲 我说第一 我愿意为你祷告 让你经历到上帝是这样的一位 父神是这样的一位 我跟她说即或不然 你跟耶稣祷告也是一样的 虽然这样我们对于上帝父神的部分 会缺一点点 我说不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你可以经历 所以如果你不习惯用圣灵 可能是长期的原因 也没有问题 你知道我们的观念会影响到我们 你知道现在北韩认为全世界只有他们最富足吗 你听得懂吗 他们觉得全世界都在可怜的光景里面 可是客观来看谁可怜 问题是客观并不重要 主观才重要 不是吗 你觉得你幸福吗 你看幸福的人不多吗 真的 真的 你觉得你幸福吗 你觉得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多吗 我每天最多的事情 我每天如果对神的那种感觉 用感觉或者对神的互动 我觉得最多的是感恩 谢谢你 谢谢你 这个也谢谢 那个也谢谢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事都很顺利 谢谢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你说了出谢谢 那真是太大的福气 所以我们经历神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段圣经是亚拿尼亚告诉路加的 路加记载下来的 为什么亚拿尼亚会这么清楚神的指示呢 如果我们想着透彻一些也不难理解 也不难理解 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跟一个人不熟 就不容易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对不对 如果你跟一个人很熟 比方说一个结婚几十年的老夫妻 然后他们也很常沟通 然后他们也感情很好 我问你 他看你一眼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知道对不对 我太太看你你一定没感觉 她一看我我就毛骨悚然 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个感觉 那个是因为你跟他熟悉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你我再拜托你 你不要再把神当成一个教条 也不要把它当成我要行事为人的准则 神什么时候变成准则了 或者是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要来聚会 请你不要这样做 其实神是那位跟我们非常亲近的 有的时候 我有讲过 有的时候人家跟我说 李长老你坐飞机累不累 我可以告诉你 我坐飞机累不累 我的身体是一回事 坐飞机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我有问题 我知道 你知道他们说每坐一次飞机 就减少一天的寿命 我一年坐六十到八十趟飞机 感谢赞美主 你们在地上会比我可怜一点 我会早点走的 可是坐飞机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 不是飞机看着外面飞起来 不是 昨天那个飞机震动得非常厉害 那时候我们正在吃饭 我要把我的桌子的桌上的盘子 全部押住 因为一直上去又下来 一直上去又下来 我从来没做过那么严重的飞机 从伦敦飞出来了 我不知道经过一个怎么样 然后所有的 你知道所有的那个 那个长龙是很勇敢的 他们每次都是在飞机 在很震动的时候 他们还敢serve那个餐点 昨天机长下令全部 那个空服员全部坐下来 绑住 你知道那个杯子全部都要压着 然后我还把那个安全带再绑紧一点 然后杯子不动的时候 我就要抓着那个椅子 这样子才稳定一点点 可是我为什么最喜欢坐飞机呢 因为我最喜欢坐飞机 是因为我在飞机上 不需要跟任何人说话 我有最多的时间跟神来往 你说你跟神不熟 然后我们要去否定 人家保罗就是神跟他说的 然后亚拿尼亚是神 可以叫他去做一件事 然后我们就说 这件事情不会临到我身上 那就不要临到你身上了 那就不要临到 因为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神也不会这样做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跟一个人这么熟 对方的一个眼神 我们都能明白 更何况神能启示 能光照 能带领 能感动 他能派天使去跟玛利亚说 他能派天使去跟这个这个这个 约瑟说 他能够在约瑟 旧约的约瑟有异梦给他 他能够像大卫这样说话 亚伯拉罗敢敢跟上帝吵架 到新约时代 神不能让亚拿尼亚知道做什么事吗 现在是更是圣灵普遍在我们当中的时代 我这一年我对圣灵有非常多的认识 我非常感谢神 我非常感谢神 我才知道他这么宽广 我才知道他这么大 我才知道他那么大 他跟他交往都来不及 实在没什么时间去判断别人 跟他交往都来不及 实在没有时间去管别人做什么事 真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年的年底我们经过一年了 我愿意 如果你今年还没有这样子的 丰丰富富的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的 那是很好的机会 很好的机会 立定心之说我要经历他 我要经历他 你以为我们活在地上做什么 其实只有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我们就如飞而去 我们不再今生经历他 然后我们就苦哈哈的 只为钱要不要多一点 对吧 只为要不要顺利一点点 你不觉得我们太小儿科了吗 我们为什么不经历这位上帝呢 当然感谢主的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继续讲下去 我们其实今天不必有这样的光照 和启示 也能知道该怎么做 对吗 阿门不阿门啊 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么多的光照 跟启示 也能够知道该怎么做啊 我们比亚拿尼亚的时代 更认识上帝了 我们甚至比彼得更认识耶稣 你一定不同意我的话 我常常问你们这个问题 到底是彼得比较认识耶稣 还是我们比较认识耶稣 当然是我们 怎么会是彼得呢 彼得只不过是摸到看到而已 又经过两千年来 多少神的事情 已经经过多少人了解 多少人研究 多少人经历 多少人做见证 写下来的 我们比彼得认识神更多 当然彼得现在在主那里 去那另外一回事情 他已经看到了 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经历到他 所以我们不一定需要 像保罗这样子的经验 我们不一定需要像 亚拿尼亚这样子的经验 因为在读经当中 在祷告当中 在跟别人交通当中 在听讲道当中 如果我们一心向着主 他就已经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了 神不仅会主动找光照 他所要拣选的人 你会清楚指示他要带领的人 第三 上帝乐意与他所拣选使用的人交通 上帝愿意 他与他所拣选使用的人交通 这件事情 我要再三的跟各位讲 就是跟神的来往 是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 神是会有来回的 不是主啊 我要怎么样就停了 或者主啊 你告诉我怎么样就停了 你读圣经都不是这样 为什么保罗不是这样 亚拿尼亚不是这样 亚伯拉罕不是这样 大卫不是这样 我们却这样呢 你不觉得我们很奇怪吗 我们所相信的神 到底是不是圣经里面所写的神 还是别人告诉我们的神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我今天敢这样清清楚楚的说 是这一年来 我经历到神非常多的恩典 是可以讲话的 是可以对话的 你放心我不会是异端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跟神这么熟了以后 你说我是异端 我也不害怕的 你没有经历 你不能说有经历的人 至少你没有看到我行为 有吐贼的地方对吗 其实这位神是一个你可以经历的 我们既然理论上相信神这么大 我们这么小 为什么我们要用我们的经验去限制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一边这两段的经文都记录了神跟保罗他们的对话 又记录了亚拿尼亚跟神一来一回的对话 两段都这么清楚 或许我们看到这里的神一直用对话方式跟他们两个交通 但交通其实不限于语言对不对 交通不限于语言的 交通可以用很多种方式的 看第四点 其实上帝的恩典跟引导需要人准确的回应 需要人准确的回应 今天为什么很多人说他感觉不到上帝 我可以告诉各位 绝大的可能是我们不回应 久而久之 不是神不再感动我们 而是我们就听不到了 你老是劝一个人我们当中做老师的 我们当中有许多已经做到这个办公室的主管的 我问你 你常常跟某些人说一些事 可是他们的回应是不一样的时候 你教谁 为什么好学生老师越教越好呢 其实老师不一定起先是偏心的 是学生造成老师偏心的 是部署造成长官偏心的 如果你每一次告诉你儿女 你这么爱他 你每一次告诉他事情他都不肯做 他最后你也会渐渐不说 对不对 或者准确来说你说了也没有用 因为他不回应 可是你看保罗跟亚拿尼亚就是这样 他回应的 扫罗地上起来睁开眼睛 第八节不能看见 有人拉他的手进了大马射 第九节说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也不喝 这里没有写什么 但是他不吃不喝什么意思 他说不吃不喝 不是说不能吃不能喝 他不吃不喝 他可能在做一些事 他可能在想 他可能在祷告 他在反省 他在整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跟神的互动 我们能不整理吗 我们跟神的来往 我们能不思想吗 我们跟神的来往 我们能不反省吗 我们跟神的来往 我们能不回应吗 能不回应吗 其实保罗很多事情没有说出来 他有时候被逼急了 就是说我只是告诉你们 我记得吴勇长老有一次也是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在逼他 因为有关圣灵的事情 他就一直逼他 一直逼他 一直逼他 后来他被逼得没办法 他就说他说 他说我告诉你们 我说方言比你们还多 我们都 原来你会说方言 从来也没告诉我们 他会说方言 所以那时候就叫他 帮我们按手 很多人按了就会说方言 我按了半天也不会说方言 保罗没有说他遇见什么事 他那三天三夜 他没有说什么 可是以后他就说了 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异乡 三十年 三十年之后 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异乡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亚拿尼亚也是这样子 第17节说亚拿尼亚就去了 那你读圣经很简单 你听见证很简单 高志明就说大不了不跑 你读圣经很简单 那他就去了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人明白了神的心意 而没有办法做出立即的回应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经历到神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两个人不是 扫罗要面对的是改变他的信仰对象 亚拿尼亚是被要求去做他不想做的事 但他们都顺服了 因为这个缘故 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就往前推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 不要只羡慕那些做见证的 你知道清光在改变的过程 我们很多人都稍微有点知道 他很痛苦的 有时候他在我们当中做见证 他痛苦到不行 他说我就是不能认识这位神 而且我是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交往 他只是写还不能明白神的心 他要画才能明白 我们为什么不拿出我们的意愿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时间 然后我们说我们要经历神 看不出来 很多时候我讲了一些道 给他们说 听懂了没有 他们说听懂了 因为跟他们在 我每次去外面营会 都是好几天 到了第三天 我说你们没有听懂 他们说我们听懂了 我说我从你做出来的动作 就知道你没有听懂 如果你听懂 你的动作就不是这样 我从他问的问题 我也知道他没听懂 或者没听懂 或者不接受 他如果听懂了就不是这样 他如果接受了就不是这样 他如果真明白他就不是这样 他如果经验到了神 他就不会讲这个话 但他讲了一些话 就知道他没有经验到上帝 亲爱的弟兄弟 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够经验到上帝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你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的上帝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们如果没有看见一个人的样子 我们就是不能想象出你是怎么样子 谢谢你虽然那些图画所画出来的耶稣 长得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你曾经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当中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复活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圣灵我们谢谢你 你知道我们多么对你不敏感 求你给我们一个敏锐的心 能够知道你住在我们心里 要对我们说话 求你自己保守我们 主我们恭敬的仰望你 主我们也巴不得弟兄姐妹 经过一年我们对圣灵 神有更多专心的认识 我现在求你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 我们把2014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自己带领我们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我们仰望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